今天继续带大家来看三十八世机动队第十四集 上集讲到争霸被特赦 而大boss王会长也出狱了 他们的团队越来越强大 好戏就要开始了 崔老板这时正在街边和大爷悠闲地下着旗 他抬起头发现一个人站在旁边 这个人就是脚屎过的石警官 两年的时间嚼屎过也心满释放了 他先向崔老板介绍了自己 崔老板虽然没见过他 但是知道他的事 嚼屎过告诉崔老板 我有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 但是需要五十亿韩元 因为这个事情可以完全控制住青市长 这样你以后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了 原本就觉得能控制青市长的崔老板 哪会搭理他 嚼屎过告诉他 那就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吧 不过我告诉你 拖的时间越长 这条信息的价格越贵 王会长出狱后 被卢大姐带到了他们的大本营 卢大姐带着王会长认识了 堂堆的所有成员 看得出来 王会长和郑道的关系非常好 郑道让马叔向王会长谈了他们的计划 马叔告诉王会长 他们的计划先让青市长落选 因为青市长在任 他们的计划就无法实施 第一步需要王会长公开向社会捐献大批福利 而且捐献的时候要找来大批媒体制造舆论 因为青市长很关心社会福利这一块 这样会让青市长注意到他 而第二步就是等着青市长联系他了 果然 青市长约了王会长吃饭 吃饭期间王会长需要向青市长透露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会支持青市长参加下一届市长选举 因为青市长如果参加选举 他就需要资金支持 王会长可以提供资金 青市长不会马上同意 但是会犹豫的 因为毕竟崔老板也要支持青市长 第三步叫虚晃一枪 这时有人会故意去干扰崔老板 这个人就是真道 他不用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崔老板让他小心点 他已经出来了 要对崔老板开始行动了 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 不是瞄准崔老板的一千亿税金 而是要把崔老板的公司 极尽建设拉下水 将他们开发马石洞的计划搞黄 崔老板得知正道已经出狱 而且准备对他动手 他叫来他手下的三名得力干将 安局长 车明秀和赵长正 让他们赶紧想想办法 车明秀和赵长正告诉崔老板 来应当 直接让挖掘机上去拆掉马石洞 显然他们说的这个办法 崔老板不是很满意 说他俩是猪脑子 还把他们赶了出去 安局长就比较机智了 他告诉崔老板 不用担心正道 我能解决这件事 有时候不说废话 用行动证明 才是最能让领导开心的 安局长拍马屁的功夫 果真一流 前期的铺垫工作都完成了 那么现在就要进行 详细计划的实施了 这次的主要策划者 马叔拿出了他的计划 要不说马叔是不干成员呢 大家都非常认可马叔的计划 正道正是告诉大家 为了让计划实施的更完美 他找了一个外援 这个人对崔老板 房老板这些人也恨之入骨 这个人正是马正石 印象一直不是很好 但马正石告诉他 本以为在监狱待一年 出来后就可以东山再起 结果出来后发现 房老板也进去了 这一下让他也没了生活来源 之前靠吃房老板的剩饭 现在连剩饭都没得吃了 虽然之前是靠着房老板 但房老板做事很毒 对他毫不留情 让他心里充满了怨恨 所以马正石决定干脆加入他们 就当为社会做点贡献 马叔看大家都没有意见 只能同意了 马叔给马正石安排了一个 他能胜任的角色 因为马正石之前 和崔老板的手下都很熟 所以不容易被发现 他们把马正石包装成 一个爆发户大老板 因为别人都认为 马正石从监狱里出来后 会一穷二白 但马正石却要给他们 留下混得还不错的感觉 马正石的任务 就是接近赵长正 因为他和赵长正是老熟人了 他会装作非常有钱的样子 让赵长正看见 不管赵长正走到哪里 都会碰见马正石 马正石会无意间 露出他的名表 他的豪车 给赵长正一种 他很有钱的错觉 终于 赵长正约了马正石吃饭 他自然会问到马正石 怎么做到刚出狱 就赚了这么多钱 马叔安排马正石 告诉赵长正 他自己经营一家皮包公司 这家公司什么都没有 但是自己认识一位大哥 他用伪造的公司业绩报表 通过这位大哥 套去巨额的银行贷款 一下就套出来两百亿 而且马上就会出国 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除此之外 马正石还需要刺激一下赵长正 这样赵长正自己会犹豫的 因为极尽建设的法人是车银秀 赵长正经不住诱火 肯定会和车银秀同流合污 到时候 再以诈骗贷款的罪名揭发极尽建设 让极尽建设彻底倒闭 接下来就需要美猪登场了 美猪负责对车银秀下手 车银秀虽然有点小堪 但是非常胆小 美猪利用在车银秀的酒吧喝酒的机会 勾引车银秀 美猪这样的姿色 我想是个男人都会动心的 美猪会邀请车银秀去外面再喝一杯 在他们出去时 雪州突然出现一拳打晕车银秀 然后一行人把车银秀绑架到仓库 为了演得更逼真一点 他们还安排了郑子王来演另一个被绑架者 其他人扮演黑社会 他们上来就暴打了郑子王一顿 这让车银秀害怕极了 这时他们告诉车银秀 是崔老板让他们来绑架的 因为车银秀贪污了崔老板一亿含源 他们还把车银秀贪污的名戏拿给他看 要车银秀说实话到底贪污了多少 这里马叔留了一个细节 只列出了车银秀贪污的5000万含源 而剩下的5000万故意没说 这时在假装接到崔老板的电话 放掉车银秀 还会警告一下车银秀 如果再发现他贪污崔老板的钱 就活埋了他 这样车银秀回去后 每天都活在不安当中 而赵长正在金钱的诱惑下 肯定会对车银秀讲贷款诈骗的事 但这一切计划都被在暗中的安局长发现了 他打电话告诉了崔老板 骗子们动手了 好了 本集的剧情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正义的骗子们计划还能否成功呢 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再见